欢迎来到我房子,我是Alex老师 最近我们接到的咨询量真的是非常多 但是我们发现很多的问题都是重复的 而且我们的策略师在回复咨询的时候 经常碰到愣住的情况 倒不是因为问题有多难多专业 而是粉丝们问的问题太基础了 真的不知道从何说起 比如说问澳洲买房好不好 布里斯班买房有什么推荐 我买房钱不够怎么办 就这一类的 真的是几句话说不清 所以这次我们就用一期影片 把这些澳洲买房的基础问题一次性说清 特别适合还没有清晰买房思路 视野还没有打开 或者是没有在市场之中经过锻炼的朋友 当然如果您是房产投资老手 请用娱乐的心情看完本期影片 澳房测频道每周分享澳洲房产投资知识和市场动向 祝您房产投资决胜澳洲 欢迎您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选择全部 这样就能接收到影片上新通知了 我先说几个具体的基础咨询案例 您先看一下这个资讯啊 如果您是澳房测策略师的话 能不能在15分钟之内解决问题 他首先说了自己的情况 但是感兴趣的城市没说 是悉尼啊 墨尔本还是哪个城市 这个预算是自己想出来的 还没有经过银行预批 而且要买二手房 也就是说呢 还不知道他们想出来的这个预算 最后到底会变成多少 因为结果取决于银行给不给贷款 贷多少款 不知道贷款最终数字是多少 就开始想要简陋买学区三房 连排别墅或者是公寓了 这就是典型的买房跳着走 自己能买多少钱的房子 还不知道就开始纠结买哪个了 澳洲买二手房啊 首先你要准备好 就是钱得到位 衡量标准呢 就是比如明天你看上一个房子 马上就能下定金 说打钱就打钱 银行还出了预批信 这就叫准备好钱了 只要你遵循这几个步骤 买二手房非常简单 第一 现金用澳币形式 存在澳洲银行活气账户随时能用 银行出了贷款预批信 这样呢 你能算出来自己的预算极限 比如说一百万 第二点 最多只看八折的房子 就是一百万的八折 八十万左右的房子 因为要给自己呢 留出预算空间 不管是因为不想贷款贷太多 还是你要去跟人家竞拍 都需要有空间 第三 确定区域 预算知道了 你就筛掉了百分之八十的区域 那些纠结买什么区的人啊 到了这一步 往往开始就纠结 怎么没什么选择了 所以买什么去的问题 基本就解决了 因为没什么可选的 第四 开始看房 如果你一早就开始看房了 那只有锻炼身体的作用 其他没有任何好处 纯是浪费时间 所以说这一类咨询呢 我真的不觉得自己能在15分钟之内解决啊 因为我需要做的 实际上是把咨询的人 乱七八糟的想法 先纠正过来 这个过程一个小时 一天一个月都有可能 对于澳洲买房思维 欠费停机的朋友啊 我们澳房测制作了几套课程 希望自我提高的朋友可以参考学一学 初级课程澳房测速通课 两个小时快速讲解澳洲买房 目前还是免费的 只要在官网注册基础会员 就可以领取 绝对值得学一学 海外人士买房需要什么条件 这个问题呢 我们经常被问到 最简单的回答是 海外人士买房的唯一条件就是 你有钱 回答完毕 怎么样够清晰吧 海外人士能不能在澳洲买房 跟你拿哪个国家的护照 基本没关系 跟签证类型倒是有点关系 首先海外人呢 绝大多数情况下 只能买一手房 如果人在澳洲 持有某些签证的同时 州政府还允许 你是可以买二手房的 但是注意啊 买房的审批费用FIRB 针对海外人士 购买二手房 已经上涨了三倍 海外人买一百万以下的二手房 光是FIRB一项啊 从一万四千一百块 上涨到四万两千三百块 就是只要你买二手房 就得交这个钱 当然这只是费用的一部分 详细的澳洲买房和持有费用解说呢 请看一下澳房测234 海外人是绝大多数 还是在买新房呢 我知道有人会说 各种税务的问题 这个我专门讲过 每个州领地的法律不一样 收不收 收多少都不一样 在这里就不具体解释了 目前我们海外的微生会员 在澳洲的房产投资组合 税前净现金回报率 可以达到9% 好 国内的钱怎么汇出来 这个问题呢 很多人都关心啊 其实所有绕过国内监管 汇款出国都是违法的 如果你心系的话呢 会注意到啊 在国内往国外汇款 汇款用途 绝对不可以填买房 因为这个用途本身就违规 这是外汇管理局的规定啊 所以从广义上讲 中国人出国买房这个事情 本身也是违规的 当然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了 资金出海 耳熟能详的方法呢 比如说是蚂蚁搬家啊 升级版的蚂蚁搬家 但这都很容易查到 目前流行有效的方法 是通过加密货币 贸易公司和换汇公司 几个渠道 澳房则专注一站式 澳洲房产投资托管服务 V身会员 当好您的投资军师和管家 了解一下 请加入基础会员 领取五大礼包 找人问问 请到官网预约15分钟 免费基础咨询 认真学习 欢迎参加公开课 选好投资房 开启创富之路 学习最有效的澳洲房产投资理念 买到好房 实现财富目标 所有报名链接 都在影片描述栏 如果不是在油管看到影片 请您私信我们获得报名链接 有不少朋友咨询的问题 是让我们推荐房子 上来什么都不说 就直接问 能帮我推荐个好房子吗 或者我想买细尼房子 有什么推荐吗 有什么建议吗 我都不认识你 我怎么给建议啊 还有的问 你手里有什么好房 发我一下 我们的基础咨询15分钟时间 我觉得想把您的情况 聊透的时间可能都不够 怎么可能推荐房子呢 让我们发房子资料的朋友 我想是把澳房测 看成房产中介了 我们不是中介 我们做的是 会员制的房产投资规划 一站式服务 我们从来不会上来 就发房子资料的 都是会员加入之后 深入了解情况 制定目标 财务规划匹配 然后去全澳范围搜索房产 然后才会把搜索结果 给会员看 所以我们是从来不会 不问3721 直接就发房子资料的 这个还请不懂 我们业务的朋友见谅了 澳洲所有二手房资料呢 在网上都能找到 搜一搜就好了 想要自己动手买房的朋友 根本不用跟中介要资料 自己去调研就好了嘛 信息都是公开透明的 还有一种咨询呢 是给儿女买房 和替儿女咨询 天下难为父母亲啊 这个我理解 但是孩子买房的事情 还需要父母操心的话 说明这个孩子 心智还不太成熟 没有准备好承担房贷 或者根本就没有财商思维 还沉浸在 活在当下这种笑话里边 个人的建议啊 谁的名字放在房子合同里 谁来咨询 免得你花了大力气 最后孩子来了一句 我不想买 结果前功尽弃 哪里买房 是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 我先说城市 自住的话你没得选 哪个城市生活工作 就买哪个城市 如果是投资的话呢 还是要看您的预算了 你说我只想花40万澳币 那你只能去小城市 郊区碰碰运气 如果你想花300万 选择面就比较大了 你基本可以随便挑城市 房产投资角度来看 注意我说的是 买入持有策略 不包括改建 加建 翻新 一开多 土地银行 你可以试一试 找几个你看上的房子 算一算5年 或者是最好10年 预期的 税前净现金回报率 ROI 作为主要参考 比较一下 再结合贷款策略 和增值预期 以及套现策略 和退出机制 就可以决定买哪套了 关于这些 我们在澳房测 大师课里面 有具体讲解 每个城市 都有不同的周期 相同类型的房产 在不同的城市 规律也是不一样的 大家可以翻翻澳房测 以前的视频 补补课 选定了城市之后 就到了选区这个环节了 还是那个思路 先确定预算 然后八成区域 就会被淘汰掉 按照最高预算的八折找房 如果你自住的话 就选择自己 生活工作方便的区域 如果是投资 就选择投资回报高的区域 两个都想要的朋友 祝你好运 这个对我来说超纲了 就算我自己买 也很难在有限的预算之下 遇到这么好的房子 所以个人建议 自住舒适和投资回报 你要放弃一头 比如在自己公司附近租套房 然后只看投资 在其他区域买套房 这就是不错的选择 如果真的是两个都要的话 您的预算呢 需要达到豪宅的档次 才有可能投资和自住 两头兼顾 如果还在纠结的话 也没办法 只能靠你自己走出来 我见过纠结的客人 有五年都没买房的 后来我跟他开玩笑啊 说你当年随便买个房 现在财务情况都会更好吧 按照大类别分 澳洲住宅房产 可以分成独立别墅 连排别墅和公寓三类 也有其他的分法 但是最基本的就是这三大类 单身或者是小家庭 居住最方便的就是公寓 随着家里人口增加呢 可以考虑连排别墅 或者是独立别墅 能一步到位 直接上别墅的话 就更好了 如果是投资的话 一般来讲 公寓租售比高于连排别墅 高于独立别墅 涨价幅度正好是反过来的 这是大方向 里边有特例 在澳洲呢 住宅房产属于低现金流 高增值的投资品类型 如果你看的是现金流 其实可以去投基金 高分红股票 生意 这些现金流都会更好 在我看来啊 只有看中房子涨价 你买房才有意义 尤其是在财富积累的初期 澳房测的投资理念 住宅房产租金 唯一的作用 就是能够让你持有房产 更长时间获得房子增值 其他的作用不大 我会在3月2号周六的 澳房测阅度直播之中 具体分析澳洲房市 24年2月走势 很多趋势已经形成了 有的城市在平盘期 有的在上涨期 有的在下跌期 各类房产的表现都不一样 已经出现了很多 细分市场周期 今年不管你买房还是卖房 这期直播都能帮您 全年的房产投资规划 打好基础 这次直播您一定要看 现在就赶紧在官网 预约站座吧 跨州买房太担心 这个问题呢 我在直播和课程里面 讲过很多次 投资者如果被感觉左右的话 不可能成为成功的投资者的 即使赚到钱了 也只是运气而已 一次可能OK 但是没法持续复制成功 现在我们做个选择题 比如你现在很担心 然后呢 选项A 看清问题 寻找解决方法 对冲风险 选项B 撤退 选A的人是自带成功光环的 B类就很难了 因为担心和撤退 已经成为了习惯 不可能改变 你想想你身边 有没有只买家附近投资房的人 有没有觉得人家说的很有道理 到行动的时候 还是按照自己的方法来的呢 担心是因为你不懂 所以觉得有风险 但是又不知道它风险是什么 还不愿意去了解它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了 我们回到问题本身啊 跨州投资 其实可以很轻松的 比如说澳房策的V申会员 其实只管签个字 每年参加投资回报审核会议就好了 找房 过户 出租 维护 卖出 转贷 这些都是我们一站式服务的一部分 所以丝毫不用担心 即使不是会员也没问题 其实只要在做好调研之后 飞去目的地城市 买房 签合同 就好了吗 其余的事情交给当地中介解决 让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 跨州投资啊 能有效错开房产周期 让投资组合更稳定 还能利用各州的地税起征点 和免税额度 为自己争取更大的投资回报 什么时候买房 买房的时间点 也是很多基础咨询比较激重的问题 买房最佳时间点是市场最低点 卖房最佳时间点是市场最高点 有人说这不是废话吗 您能骂出来 说明你有提高的空间 我在过去三年之中啊 猜对了四次市场趋势 都是在直播里边 现在YouTube上 有所有以往的直播录像 较真儿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看 同时呢 我在房产行业十多年经验啊 自己也是资深的投资者 说实话 我有正确的自我认识 我踩不准最高点和最低点 最多就是踩在附近而已 当然也有踩错的时候 所以什么时候买房这件事情上 大家不要这么纠结 如果你看的是短线短期买卖获利 那我劝你别买房 如果是看长期7到15年 买房的时间点重要性呢 比持有长度差的可太多了 时间点不完美 通过长时间持有 还是可以获利的 但是因为要踩时间点 而浪费时间 过去了就是过去了 补不回来 买投资房啊 在你自己财务准备好 有了未来十年财务规划 和明确目标的情况下 你买就好了 从长线投资的角度来看呢 最好的买房时间点永远是过去 最好的卖房时间点永远是未来 资助房只要住得舒服就可以了 跟时间点关系真的不大 澳房侧接待的咨询啊 最近越来越多 究其原因呢 是买房的热度开始上升 不懂买房的人 也越来越多开始买房了 但是没有人给予指导 让我们策略师逐个具体讲解 真的是忙不过来 所以我会在澳房侧速通课里边 添加常见问题这个栏目 持续更新 如果您是在小白阶段 想问问题 请在这条影片下面留言 不怕问题太小白 就怕你不问 我们会回答问题 持续更新速通课 让更多的人受益 节省大家宝贵的时间 在预约澳房侧任何服务之前呢 可以先浏览一遍 没准您的问题 不用花钱就能解决呢 如果您看到这里了 请您帮我点赞订阅 转发给您的好朋友 澳房侧 祝您房产投资 决胜澳洲 我是Alex老师 我们下期影片见 拜